缅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经历多国各封建王朝和多场外来侵略战争后 还是保留了下来 书写着如今的历史篇章 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 造就了缅甸如今错综的政治局面 各邦高度自治 面临解体危机 曾有人预言 缅甸最终的归宿是走向解体 这是否危言耸听 对我国边境会有什么影响 缅甸是一个成分极为复杂的国家 其地理位置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西部 东北部与中国接壤 且边界线长达5876千米 要知道 缅甸的国土面积也仅为67.6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我国的青海那么大 与我国冗长的边境线占据了缅甸的重要地理位置 也说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其西北部与印度和孟加拉国为林 东南部与老挝和泰国接壤 西南部又濒临安达曼海 可以说缅甸是一个与多国相邻的国家 这对其国内的统治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目前缅甸最大的危机就是面临着解体的局面 虽然缅甸政府已在极力挽回 但大厦将倾难以复原 缅甸解体危机源于其内部局势极其混乱 你可能难以想象 这样一个东南亚小国 其民族竟有135个 少面积 多民族的国家造就了其难以统治的政治局面 缅甸的行政区划包括七个省 七个邦和两个中央直辖市 邦主要分布在缅甸的外围和北部 多为少数民族居居区 省和直辖市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部 多为缅族居居区 尽管缅甸在资源和潜力上 在亚洲算得上是名列前茅 但其政治经济体系混乱不堪 其边境地带与泰国老挝并称 金三角是世界上主要的毒品产地 许多电影的原型都基于此 提起来便让人不寒而栗 如今 电信诈骗愈发严重 我国部分人民也深受其害 这些问题正在将这个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 自缅甸军方掌权以来 缅甸彻底沦为了散发着腐败恶臭和以权力作为游戏筹码的体系 军政府以暴政统治着国内的政治与经济 人民的民主权力遭到压制和剥削 老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以此引发了各种经济问题 例如通货膨胀率飙升 以及失业率骤增 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进一步导致了国家的混乱 缅甸全国有85%以上的人信奉佛教 这就更不利于国家的管理和统治 再加上其135个民族的庞大士族 缅甸的领导人应该想一想就头疼 其中缅族占65% 这个缅族是缅甸的主要民族 相当于汉族在我国的地位 其他的少数民族均有自己的武装势力 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将国家更加引向了分裂 俄罗斯专家还增加指出 美国通过支持缅甸的反对派武装 直接干涉了其内政 加剧了国家的混乱与不安 缅甸国内的地形复杂 成狭长的国土面积 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致使各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 再加上遗留的历史问题 英国曾在此长期殖民统治 这也是缅甸纷争不断 民族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 这样一个内战不断 腹背受敌的国家 或许独立和解放已经成为人民的期盘 缅甸的局面也对我国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往其早日解决内部问题 我国人民也免受缅北混乱困扰 缅甸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混乱 究其原因还要考古其历史 缅甸是全称缅甸联邦共和国 是一个国土面积 人口接距的国家 国内资源也相对丰富 最引以为傲的便是玉石矿区 出产的缅甸玉 翡翠等很是受试人追捧 除此之外 天然气 石油 煤炭等天然资源 也是一应俱全 足够富庶一方了 缅甸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多道河流 丰富的水资源 再加上地处东南亚腹地 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农业优势 因而 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 缅甸保留了其历史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延续了下来 就是这样一个附属小国 却在近几十年来越来越穷 甚至挣扎在联合国制定的贫困县之下 而这正是导致缅甸内部分乱不断的根本原因 看到这里 读者朋友们或许会疑惑 如此富家一方的小国 怎么会沦落到如今将要分崩离析的局面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缅甸曾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了 18至19世纪 英国大肆扩张殖民地 其统辖区遍布世界各地 号称日不落帝国 面对缅甸这块大肥肉 是聪明的英国人因地质疑 令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大肆发展农业成为英国的帝国粮仓 就这样缅甸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浪潮 更没有资源去进行工业开发 其文明程度始终保持在农耕文明 如今也不曾改变 工业革命的时代缅甸没有赶上 技术等问题落后世界一大步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 如今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转折点 缅甸跟不上发展 处于即将被世界抛弃的尴尬境地 缅甸政府为寻求突破 在上十届八十年代实行了经济改革 发挥农业优势 打算逆转落后的经济局面 可想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又岂能只靠农业的发展 必须依靠大量的资本流入 来推动庞大的社会建设 可惜缅甸并不具备搞到大量资本的能力 改革后期政策又屡次出错 最后改革以失败告终 为了快速搞到大量资本 缅甸放纵了金三角毒品的产业发展 这是缅政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国内动荡 政府更迭 民不聊生 走毒品这条经济道路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 美国率先发起了制裁 内容包括科学技术 商业投资 进出口贸易 及对待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部分取消等 此外 海丹方面宣布 十年内不从缅甸进口任何商品 这些制裁内容是毁灭性的 它完全葬送了缅甸未来的经济发展 并被世界孤立 缅甸政府角逐权力的游戏 民族问题也大为严重 各民族之间由于信仰问题衍生出了尖锐的矛盾 甚至不乏武装冲突 在缅北 缅东地区还分布着大大小小上百家独立的武装歌剧集团 这些人之间不断进行着利益冲突 根本没有国家的概念 而缅政府为保留自身实力和利益 对这些衍生出来的势力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久而久之 就成为了如今围而不缴的政治局面 军阀割据 沉醉在他们权力游戏的中心 却苦了缅甸的老百姓 在现代化进程的世界中 缅甸就连电力供应都成了问题 仿佛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 缅甸成为如今这样的混乱局面 除了历史原因 更离不开其当权者的自私与贪婪 缅甸的统一 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如果缅甸军阀全面开展 最终国家解体将会对我国西南地区的稳定 边境安全及经济合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若缅甸解体 善邦将会独立出来 其与我国云南接壤 边境线长达一千多公里 独立可能会致使大量难民涌入我国境内 带来边防稳定的极大压力 对云南的社会稳定构成一定威胁 胆邦是缅甸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 若其独立出来 会增加中国边境地区的管理难度 且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中缅关系可能会因此变得紧张 缅甸解体还将影响中缅的经济合作项目 胆邦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产业支柱 一旦独立 将直面各邦要分一杯羹的近况 或将重创缅甸的经济发展 影响中缅间的经济合作 例如中缅油气管道 脚漂港 玉石生意等 目前 中缅关系总体上保持着友好态势 在政治上 双方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共同倡导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支持缅甸的主权 独立 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坚决不干涉他国内政 支持东盟发挥着主渠道作用 在经济方面 双方推进经贸合作五年规划 落实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中缅经济走廊建设 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 远远流长 举办的中缅文化旅游年 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促进交流 中缅关系 有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如外部势力干扰和内政不吻等 期待双方在未来的推动建设 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基于此 中国不会干预缅甸问题 希望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缅甸内部冲突 推动和平进程 说实话 缅甸问题已影响到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贩毒 诈骗这些因素 间接影响着世界格局 甚至我国人民也受到牵连 但是 还是希望缅甸能够通过自身解决这些问题 希望当权者能够早些醒悟 从权力的世俗中脱离出来 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 最后 希望中缅关系 始终保持良好态势 社会 经济繁荣稳定的发展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